责战感十足的夏绿蒂公主不止一次被拍到 时常对哥哥和弟弟耳提面命 或许是受到爸爸威廉王储的熏陶 早早知道要守护王室形象 让大众保持好感 女王逝世后新国王查尔斯三世 该如何维持民众支持度 专家普遍认为 得善用年轻一代的王室成员 不止这次各界猜测 王室让小朋友出席 就是要拉抬支持度 连宣称淡出王室的哈利梅根 也被视为赢得民心的关键 但别说要赢得英国甚至全球的支持度 查尔斯三世现在连大英国协恐怕都快守不住 伊利沙白二世驾崩之后 查尔斯三世个人魅力备受质疑 专家猜测国王在任期间就有许多国家会脱离大英国协 甚至在英国范围内的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也想脱离英国 恐怕掀起骨牌效应 怎么说服全球王室有必要存在持续凝聚人心 绝对是查尔斯王朝最大难题 现在新闻 姚海郑报导